中立体真的是不要命了,看了这个运度,网友,这是要吓死谁呀? 中立体认识中立体还是在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中知道的,感觉他们的生活好像挺复杂的,中立体带着两个女儿,然后和张伦硕相识,张伦硕还因此去参加了节目,目的就是为了能和孩子能好的了解并接触之后,关系能得到升华, 其实张伦硕还挺年轻的,但是中立体好像已经不太年轻了 而且张伦硕应该是很多人的偶像那种吧? 实在是无法理解中立体究竟是哪里吸引了她的,但是中立体也不会差,四十几岁了还能保持这样的身材和两貌确实还是挺厉害的,而且两个女儿也长得挺漂亮的,这样直接当爸爸相信张伦硕也是感觉很幸福吧? 我们都知道,中立体一直走的都是性感路线 现在中立体也是怀孕好几个月了,好像已经要生了,而且现在都非常流行怀孕的时候拍些照片加以留言,等以后孩子长大了 或者以后老了还能看看自己曾经的样子,也能让孩子看看曾经妈妈年轻的样子 但是最近中立体的运度照也是被曝光了 从照片中我们看出,中立体真的胖了很多,而且肚子真的超大,一般的孕妇感觉没有这么大的肚子呀。但是中立体的这个感觉像怀了一个双胞胎甚至是三胞胎似的 也可能因为她一直是属于性感的那种胸大翘臀,这一怀孕就感觉更明显了,从而才感觉胖了不少吧。 虽然是胖了,但是性感还是依然在的,而且看她的心态也是非常好的。 虽然是这样,但是不免有些网友感觉难以接受,更有网友表示这是要吓死谁呀。但是小编想说,中立体的年龄貌似属于很高龄的了,这样真的没什么事儿吗?其实还挺担心她的身体的。 但是不管怎么说,希望她能身体好好的,然后顺利地把孩子生下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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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此小伙伴们觉得怎么样呢?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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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